王财 就发现猫腻 是不是当我傻啊 我不会等你促销结束了再来买吗 主人 你带我出门遛两全 其实我还是很愿意的 但问题是我的发型太乱了 你懂我的 头可断 发型不可乱 整理好了再出门吧 连狗的偶像包袱都这么重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整理一下自己 蚊子们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来别以为我没有蚊香架就治不了你们了 还好我平时有喝酒的习惯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我就好奇了 平时蚊香我一白就断 为什么你的蚊香弹性这么好啊 扔个模特也不好好扔 幸好现在是大白天你知道吗 要是晚上我真的就报警抓你了 眼神稍微有点不好的人 还以为你们有人在练道理呢 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表演 如何敲打架子鼓 最重要的当然是乐器了 这限量版的乐器你们只能看着 朋友你要是敢把我的脸盆砸烂 我发誓不会饶了你的 抬头看了一下天气 居然发现有人在放风筝 而且这风筝的形状还是一条裤子 麻烦你看仔细了 这不是风筝 就是在晾晒裤子 两位司机约定了 谁先到下一个路口 谁就是秋名山车神 然而在过这个通道的时候 他们俩就一起卡在了里面 我看你们俩今天谁都到不了终点了 孩子你千万别动 也不要紧张 我马上就过来救你 那鲨鱼要是敢伤害你 我饶不了它 你只需要把我从地上抱起来就可以了 哪来那么多内心戏呀 打开冰箱满满的全是我爱喝的可乐 可是没一瓶能喝的 因为全都被摇过了 这不是想陷害我吗 这么喜欢摇 你当这是果汁啊 喝钱需要摇一摇吗 别以为二哈是长大后才不正 其实二哈蠢货特质是从小就开始了 可能这就叫做遗传 这就叫做纯正吧 二哈 头卡在里面睡觉会香一些吗 奴才 你就不要去上班了 今天就请假陪我到家里打游戏吧 如果把我陪开心了 今天就不发你脾气了 我家主人 如果我不努力工作 拿什么给你买小鱼干啊 同学平时跟我说话都是这样的表情 我就纳闷了 咱们又不是说像 你表情和肢体语言需要这么丰富吗 我终于明白了一句话 人生如戏 哥们永远在吸取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频道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